主料,压锁骨1000克,辅料,油,盐,辣椒,花椒,八角,香叶,桂皮,小茴香,冰糖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辣椒,花椒,八角,小茴香,桂皮香叶,桂皮用茶包包好,做成卤料包,解压锁骨冲水,后冲,吃外面的血沫,锅里放适量水, 放入卤味包,加熟油,醋,酱油,冰糖,鸡精,盐,煮至卤料出香味时,下入压锁骨,大火煮开后,小火卤至熟辣,卤熟的锁骨不要马上捞出来,就那样泡在卤水里几个小时,味道更好,烹饪技巧,因为压锁骨肉实在是太瘦,没有油水,我又加了块五花肉,一起卤增加点油水, 口感更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